1997年 那年我七岁 我爸为了追寻他自己的美国梦 带着我妈和我来到了美国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 只要我们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幸福 然而 爸爸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爸爸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滚呆 你滚 我告诉你 我就不打算回来 我找事够 我现在在一起 我什么都有了 我立刻也有了 我钱也有了 Michael 你可不跟我走 你休想带他走 你滚 Michael 爸爸 爸爸 别走 我会写信给你的 好好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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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房 并非 睡觉 带 好 嘿,你做什麼? 啊,叫警察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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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cle! 对不起王先生 怪我没把这孩子交好 其实啊 你已经交得很好了 这孩子也很懂事 你看你给他的钱 他也都没乱花 还多存得起来 真是难为他 只是我不明白 他的爸爸到哪去了 对不起 我只是想 看我能帮上什么吗 爸爸会回来的 这是他给我的笔 我要用这支笔好好学习 他就是个骗子 他是不会回来的 他会的 那你们就没有别的亲戚朋友在这边吗 要不这样 这要钱 我先不送你们的 这不行 我不能白拿你这些药 我可以去装药店帮忙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需要的 你爸爸没给来信了 这是我从女卫给你买回来的 大家试试看 挺帅的 好了 回去吧 天快黑了 别让你妈妈担心 妈妈爸爸来信了 妈妈不要撕 说不定爸爸会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知道了怎样 不知道了怎样 他是不会回来的 你还不明白吗 他会回来的 妈妈爸爸说他在纽约 他给你买回来信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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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 我妈的身体有所好转 每个月 我也能收到爸爸的来信 期间 王老板也一直在帮我打听爸爸的消息 一有他的消息 我就会去那个地方找他 我爸临走时 嘱咐我好好学习 而下个月 我就要毕业了 我很希望他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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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 FUCK 我的扇担 我宣布 我宣布 去 我宣布 喂 麦克 最近还有收到信吗 他上次在信里说 如果他有时间 他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 嗯 你确定吗 我 我确定拿我来的 麦克 他要来吗 我就告诉过你 他不会回来的 你怎么了 麦克 麦克 你在做什么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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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为理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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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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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Michael 对不起 我刚换了一份工作 有点忙 没人敢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我刚换了一份工作 我刚换了一份工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应该把这件事早点告诉你的 那你找到你父亲了吗 我找到了 我找到你父亲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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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